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22集 这身影看着有些熟悉 是哪家的公子哥长得如此俊俏呢 林婉容细细瞅了一眼 心中顿时大喜 悄无声息地走过去 轻轻道 女施主 贫僧给你送茶来了 不要 不要 哪里来的阁上 大家要奔向 那少年公子声音清脆 说了一半忽觉有意 急急转过身来 望见眼前那朝思暮想的面孔 双眼立即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 林婉 真的是你吗 女施主 正是贫僧 哎呀 女施主 你撞坏老那了 二小姐猛地扑进她怀里 扬起小拳 拼命地打她胸膛 泪花落满脸颊道 讨厌 讨厌 你这讨厌的坏蛋 叫你不来招呼 我打死你算了 然后再被你一起死 她这前胸方才在庙中遭遇大小姐暴揍 眼下又被二小姐扼打 心里唯有哭笑不得 我与这姐妹二人缘分实在奇妙了些 将玉霜紧紧抱在怀里 这丫头哭得稀里哗啦 泪水湿透了二人衣襟 二小姐却是越哭越厉害 如同长江之水泄了闸门 抽气着几乎要昏厥了过去 喝苦呢 林婉容心里叹了口气 老子这是自作自受啊 真为难了玉霜 她轻轻在玉霜后胸上拍了几下 小声道 二小姐不要哭了 你哭得我心里也不好受 二小姐猛吸了一下鼻子道 我就哭就哭 难受死你这个没心肝的 让你在外面风流快活 惬意的很 哪里还记得我 我孤死了你也不会管的 我怎么会不想你呢 我每日白天想晚上想 吃饭的时候想 睡觉的时候还在想 甜言蜜语不用细想 张嘴就来 她微微叹了口气道 哎 二小姐 你不知道 我这次出去 九死一生 差点就没有命活着回来了 二小姐果然被她这一招转移了经历 吓得也不敢哭了 紧紧搂住她道 林桑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告诉我 我带郑远将军去收拾他 看谁还敢欺负你 林婉容哭笑不得 心里却更感动 抱住她道 你不用担心 那些欺负我的人 早已被我干掉了 以后谁要敢欺负你 你也跟我说 我现在手上人多 打她个骨头稀烂 是没有问题的 吹牛 听她语气轻松 二小姐也破涕为笑 要说欺负我的 第一个就是你 你自己与自己算账吧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哪能呢 我疼你还来不及 怎么舍得欺负二小姐呢 你自己说说 你会经历多少十日了 却从来不来看我 往我每日为你留在房中 祈祷求福 府里的人都说我改了性子 萧玉双眼泛泪花 委屈道 想想也是 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头 从前那般活泼 喜好恶作剧 自从遇到自己之后 却变得如此多愁善感 算来算去 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了 想到这里 林婉容正色道 玉双 你以后不要刻意地压抑自己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还是喜欢见到原来那个 无忧无虑的小丫头 萧玉双羞涩一笑 哼道 只要你不欺负我 我就还是那个玉说 你说说 你什么时候没有欺负我 见他目中含泪 脸上带笑 年纪虽是不大 却生得明目好齿 艳丽非凡 神情一片阴气 与大小姐风味迥然不同 林婉容心里骚痒 嘿嘿一笑道 嘿嘿 那我就欺负你一辈子 你愿意不愿意 萧玉双望着他 脸上惊喜万分 猛地勾住他脖子道 这是你说的 以后我们就互相欺负 谁也不准离开神 他呆呆地望着他 突然开口道 林萨 你带我私奔吧 林婉容大汉 这丫头怎么冒出了 这种傻傻的念头 私奔难道很时尚吗 他笑着道 私奔是一种 很没有品位的行为 我们目前还没有必要 走到这一步吧 此话一点不假 萧夫人早已经 透露过这个意思 只不过是眼下 正和萧家打冷战 所以才将这事 推后再说了 谁说不到这一步了 二小姐嘟着嘴道 你都和姐姐吵成那样了 她连家门都不让你进 难道还会允许 我们的事吗 你都知道了 二小姐 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复杂的 二小姐哼了声道 听姐姐说 你是带了两个女人回来 姐姐担心我 才将你拒之门外的 是不是 关于这件事 林婉容本不想瞒她 点点头道 玉霜 不瞒你说 眼下在金灵 我已经有了两个红颜之急 我是绝不会离开他们的 就像绝不会离开你一样 二小姐紧咬嘴唇 轻气道 你这坏蛋处处留情 人家早就知道了 可恨我就是喜欢你 你要怎样 我还能拦着你不成 人家为了你 连家都不要了 你敢不要我 我就死给你看 哪里哪里 怎么会呢 林婉容呵呵一笑 将二小姐搂进怀里道 对了 你怎么会这身装扮 又到了这里呢 大小姐方才寻你来着 你见到了没有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宾 玉霜在他手臂上咬了一下 哼道 哼 你现在才想来问吗 我生气了 不告诉你 那我要将你取进家门 你愿不愿意 林婉容嘿嘿笑道 二小姐脸上燃起一抹红韵 低头道 现在吗 人家还要到京城求学呢 要不我们成了亲 再一起去好了 他一抬头 便看见他脸上醋暇的笑容 顿时小脸通红道 你个坏蛋脸三 就会这般欺负我 我将来一定要将你欺负个高 与这个天真无邪的丫头聊了两句 又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林婉容着实开心 二小姐道 昨日我从丫鬟那里得知了你回来的消息 脑恨姐姐一直瞒着我 还将你拒之门外 就去找他理论 姐姐心情似乎也很差 我和他说着 他也有些激动 人家一时委屈 就想出来寻你了 说起昨夜的情形 玉霜脸上又泛起一阵委屈之色 当时夜色深 我又不知道去哪里寻你 只好等到今天 天蒙蒙亮才出门 为了逼人耳目 我出门之后就换了这身衣裳 到处寻你 可你这人也不知算到哪里去了 我寻你不着 无处可去 便想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在想 本小姐就一直在这里等着 看你能不能寻到我 你三天不来 我就等三天 你三年不来 我就等三年 要是你是个没良心的 永远想不起我 我活着也没意思 就算是冻死在这里 也是活该 这丫头竟然和她姐姐 一样执拗的性子 林婉容又好笑又感动 在她小脸蛋上拍了两下道 什么冻死活该 以后可不准说这些话 你年纪还小 幸福滋味都还没尝过呢 以后你会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 织衣这两个字 在心里念念也就算了 可不能说出口来 二小姐在她腰支上 用力扭了一把 哼道 你就会说好听的哄人 那两位姐姐 定然也是你这样骗来的 她将头靠在林三胸前 甜甜一笑 柔声道 不过 总算你还有些良心 知道到这里来寻我 还能认出我来 方才姐姐来时我看见了 我特意躲开她的 她出来的时候 模样好生奇怪 就像我想你的时候的样子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当时心里不忍 差点就叫住了她 可在一想 想她那般对你 我就忍住了 林三 我知道姐姐那样对你 你受了委屈 心里肯定难受 但是我心里也不好受 姐姐她也是为了我好 我代她向你赔罪 你就原谅她好不好 原谅 现在的问题比这个复杂多了 她呵呵一笑道 我这个人一向记性不好 睡一觉醒来就什么都忘了 二小姐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又没和你睡 讨厌 二小姐上了她的大 打她一拳 在她怀里一阵撒娇 想想现在两个老婆 都已经在家里了 郁霜这丫头过门 也是迟早的事情 几个人见一下面 开个联席会议 是很有必要的 她拨了一下 小妮子光洁郁润的小耳朵 凑在她耳边道 你那二位姐姐 现在都在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那里有一艘好大的船 就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上面 谁也看不见我们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与你两位姐姐 每天都会做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 你想不想去看看 我带你去好不好 好 不好 小丫头先是心生向往 接着似是想起了什么 羞红了小脸 积极否定道 因为名媚正曲 我去你那里干什么 是不是又想做坏事了 嗨呀 我长得那么像大灰狼吗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竖起大拇指道 二小姐 你警惕性真高 今天不去 那就日后再去吧 二小姐拉住她手道 你从前对我说 要多学些本事 帮助娘亲 帮助姐姐 你不在的这几日 我已经开始 很用功地学习了 不仅学些诗话 还学术术计算之法 到了京中 我还要拜请名师 等小姐就不相信了 别人能做的事情 我小玉霜 为何就做不得 她的神情绝绝 眼中射出坚定的光芒 望着有些像萧夫人 却也能看到 大小姐的影子 林婉容心里暗叹 这丫头长大了 心里有主见了 但愿到了京中 能随她所愿吧 林三 到了京中 若是我忙于 学习冷落了你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萧玉霜靠在她身上 轻轻道 这丫头竟然给我 打起了预防针 林婉容将她搂在怀里笑道 你学得越认真 我就越高兴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我会打你小屁股的 我会打 玉霜眼中蒙上一层水雾 想起了那些往事 只觉小臀上似乎有些热辣的感觉 芒英宁一声 含羞依偎在她怀里 搂着二小姐 忽然想起今日与大小姐在店中的种种纠葛 林婉容心里顿时生气 思思疑泥 原本只想偷一个小姐 哪知一不小心 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可怎么办是好啊 大小姐可是朵带刺的花啊 扎手得很呢 在怀中那柔嫩的胶躯上 轻轻揉捏一阵 她嘴角荡笑 思绪早已不知飞到了哪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